欢迎各位收看,今天我们会看Brams的F minor viola sonata 这首歌也是ABRSM grade 8的Sillabus里面的其中一首 我们会拉的就是他的F minor viola sonata里面的慢乐章 虽然叫Slow Movement,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Tempo Marking不是真的那么慢 是写着Andante un poco Adagio,行版有少少那么多 Adagio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一条片,我都说过了,Tempo Marking是很重要 到底我们是怎样去看这首歌,到底是慢到一个小节里面是有两拍 几万都好,我们仍然当它是有两拍,还是不是,我觉得不够,不够慢 我们要当它四拍,换言之是以半拍去看这首歌 如果我们想它四拍的话,四个半拍是会,我自己觉得是很拖的 第二来也是没有了Andante的感觉 我觉得Brams的音乐是不适宜把它拉得太过夸张 Brams的音乐不是这样的,或者不是在这些地方夸张 一开始的时候是Poco Forte,所以不是一个很大声的音量 大家试试让一只手走快一点,不要是 我会在这个第一个音是用差不多全弓 我们最怕拉一些慢的乐章或者乐句越拉越慢 那个秘试就是你要数住,你要Subdivide 比如这首歌是二四拍,两拍的一个小节 我会数四个半拍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da, one two, thre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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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你未必想在第二个小节,真的那么rhythmic One two, one, b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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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如果能够在长音的时候 想想半拍多快 那对我们整首歌的流畅是很有帮助的 3 4 1 2 3 第七小节 第七小节它的弓法是八个半拍连在一起的 我不太肯定这个是Brams本来的意思 但是因为在我这个版本 差不多一个乐句 但是譬如在后面再出现的时候 是四个音四个音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 Brams最初是怎样写的 除了我们说看Baron Reiter 是一个叫做最权威的版本之外 可以的话看看找不找到 Brams本来的手稿 看看他是怎样写的 如果你真是一公拉了八个音的话 那前面那个小节 你真是要去到空间 还有在这八个音里面都应该有Phrasing 刚才我那次拉 我记得好像我头三个音已经太多了 应该比最多的音 就是最大声的音是放在第五 就是E flat那边 然后少少占小 你能否保持在三把位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 只要你那个空间不要太大声的话 或者你觉得中提琴的D弦很好听的话 也可以回去一把位 有一个保险一点的指法 就是不要用三手指 或者我如果 如果练多一点这首歌 可以用三手指 但是用三手指也行 用四手指也行 然后 他的谱子在我版本上写着Piano 但是我觉得这句是未完的 就算Brams在手稿那里写Piano 我觉得这里不好 真的拉Piano 拉Metal Piano D弦的 他在C弦呢 在C弦呢 在C弦呢 太轻的话是拉不响的那个音的 所以前面 你问我的话 真正的 你问我的话 D弦呢 应该在最后的三个音才出现的 A弦呢 然后去到这一段 大家不妨听 recording的时候 聽鋼琴的拍子 我自己覺得他寫得一點都不像是一百年前的人 我們以為以前的人寫的旋律是很難理解的 但是你聽這一段的時候 我自己聽我覺得是完全可以用來做電影的配樂 其實也是令人想起他所寫的搖嵐曲 是一些很簡單的旋律 但是簡單得來你會覺得很感動 特別在那些accidentals拉多幾次來回 回味一下你聽的時候 或者你嘗嘗鋼琴的部分 或者嘗嘗拉鋼琴的部分 看看那些accidentals是怎樣 我說過很多次就是那些accidentals是很重要的音 它不是沒有意思這樣下去的 accidentals就是精華所在 在那些中間的電影中 在那些電影中 我會想說 如果某些 Accidentals 你覺得是很重要的話 你要想想怎樣去突出那些 Accidentals 我所說的突出不是拉大聲那麼簡單 已經不是再跟音量有關 你是怎樣用右手 譬如在這個地方 不是單止一個音 Accidentals 連續三個 其實是四個 四個 Accidentals 那 我覺得那個 Interval 也是很特別的 除了我們說看 Accidentals 就是逐個逐個音 但是另一個看的方法就是那個 Interval 會不會有些比較少見的 Interval 你要嘗試 你真的要嘗試 我很難去形容給你看 因為是看不到出來的感覺 譬如這裏 我覺得這個 F D Sharp 很重要 你聽到我唱 我不是每一個 Semi Quiver 都一樣快 我不是 這個是 Rhythmic 的唱法 但是如果有感情的唱法 你聽到 D Sharp 好像有 X 但是一出完 D Sharp之後 雖然跟著那三個音都是 Accidentals 但是相對就已經沒有那麼重要 比起 D Sharp 所以就要向前快一點 你會說 Accidentals 每一個都重要 不會的 總之有些 Accidentals 是比較重要的 有些 Accidentals 都重要 但是不是那句裡面的重心 那你就要走快一點 不是大聲那麼簡單 而是 Vibrato 而當你拉的時候 和你鋼琴合起來的時候 你不要被鋼琴影響到 未必鋼琴或者是伴奏 它是和你有一樣的想法 如果它沒有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跟著它 如果這件事你覺得很重要 你一定非做不可的話 你要堅持 試試看頭兩次看鋼琴 能否感覺到 如果它感覺不到的話 那你就要跟它說 你希望怎樣做 3 4 1 為什麼我不喜歡呢 剛剛是 我想爽一點 就是不要在頭兩三個音 你前面那三個音佔太多時間的話 你後面那些就要快很多 我覺得如果是穩重一點的拉法 或者你喜歡穩重一點的風格 你不會讓這幾個音裡面 這幾個音裡面的速度有這麼多變化 我覺得是應該像 盡量平均一點 然後這十二的音 我暫時還沒想到 怎樣做會好些 但是我現在還未滿意 我覺得是比較硬一點 不知道跟那個功法有沒有關係 那大家可以看看Brams 是不是 看看它本來是這個功法 那個手稿 如果是的話 看看 或者試試唱一下 看看怎樣做會自然一點 不會讓人覺得 好像四個音 四個音 或者會不會在換靶的地方 不要在每一個小節的第一個音 就是第二個小節的第一個音 換靶 或者縮短換靶的距離 就不要由一把位 三把位 而試一下 二把位 然後才三 或者是 第二個音換靶就不要 就是大家看到 正是 這些我覺得才是 有趣的地方 是 決定 什麼時候換靶 因為什麼時候換靶 這也是很影響到音色的 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好像我們 看電影 見到一個演員 或者大家可以試一下試想 你收到一份劇本 你說一句很簡單的對白 其實是有很多 無盡這麼多的可能性 去講這個對白 看看怎樣可以 找到一個 你喜歡的表達方法 有時候 剛剛好的滑音 被人聽到少少換靶 是 我覺得自然 現在 這個剛剛好 如果是 這個就跟一首歌無關 你要做到這個換靶 給少少有滑音 首先你的手腕 是要放鬆 你手腕很硬 或者你整隻手很硬 那你那個換靶一定會很急 我想問一個問題 到底相同的樂句 如果出現兩次 是不是有必要兩次都用一樣的指法 或者功法呢 有些人想 我想統一一點 我會看第一次用什麼功法 用什麼指法 那我第二次就會用一樣的 但是 如果我們講 追求變化 會不會第二次 可以在指法上 至少在指法上 有少少不同呢 當然 你要首先很熟悉那首歌 你要很有信心才行 如果不是呢 你拉的時候 表演 或者是考試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想 不是啊 為什麼第二次會這樣 我寫了什麼 如果你有這些 這樣的想法 其實表示你對手不熟悉 那就 可能是 同一個指法 同一個功法會好很多 然後又是不要那麼細聲 Metal piano Metal piano 我不肯定我有沒有拉錯節奏 你一定要 即使是這麼短的一句 只有四個音 你一定要是 你用這四個音去講故事 或者表達一種語氣 你用這個Veuler 中提琴特有的音色 是 講這幾個音 拉這幾個音出來 這幾個音是 這麼好聽 但是在小提琴那裡 是做不到的 你沒有詩言是做不到的 最後一句 Pianissimo 這裡的功法 我本來在一份譜上寫了 樂樂 為什麼我寫樂樂呢 就是等最後的長音 是一個樂弓去完結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用樂弓去完結的呢 如果用樂弓去完結的話 在兩個Db 就變成要落落 或者在前面 總要連在一起 那 會不會 是 上功完結都可以呢 上功 照花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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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功完結 我想 我想 其實上功 如果你能做到那個Diminando 是 都沒有說不行的 那 又是 師父 你想 你覺得那個感覺 對你來講 樂弓 是 你喜歡一點 還是你覺得上功都可以 我就會這樣看這首歌的 如果大家有關於這首歌的問題 可以在留言裡告訴我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訂閱 like share comment 我是葉小熙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